大家好 非常感谢你们的支持 所以我想今天请你们喝茶 要谁陪我喝茶 这个泡茶需要一大堆设备 一大堆茶具 那我本身是很喜欢收集东西 也喜欢收集台湾的茶杯 好像每一次回去 台湾都有一些新的系列 有一些新的花样 我很喜欢 那我们看看有这个饮茶杯 温香杯 也有这个手绘的花 花兰花 不是 花 那是什么花 莲花 还有那种 普通用的不是这样 比较复杂的 普通用的像是这个 天木烧的 或者银河这种 好像有点放松 那个 入窑的这个茶杯 还有一些 这种比较古色古香的那种 古老味 那当然像那个茶翁 也可以收集好几个 这个 也收集不完的 泡茶 是我岳父教我的 他以前 每天都在泡茶 现在年纪大 他不敢喝茶 但是 我在家 他都会泡给我喝 泡茶可以 静下来 可以放松 那我们 那个 茶叶啊 看外面的天气 泡什么茶 像今天天气比较热 可以泡个 酸干茶 酸干茶 你喝着 不怕 睡不着觉 所以我就 泡一壶 酸干茶 好不好 要不要喝 茶壶 我想 每个人泡茶 这个茶壶 很在乎 这个茶壶是 一个朋友送给我的 我最近 有点 面联络 这个茶壶 应该是柿子 这个盖子 是 莲花 因为那个盖子破了 破了 两次 有一次给它粘起来 第二次 破了好几块 粘不起来 但是我找到这个 刚好 它刚好有一个缺口 才能够盖着 盖着 盖着 紧 有的茶叶先洗洗 像这个酸干茶壶 不洗的 因为 它本身就是有这个 除了茶叶以外 还有那个柚子皮 干干的这个柚子皮 这个洗起来 这个味道就跑掉了 所以 干脆不洗了 所以我继续用这个茶壶 表示说 希望我跟那个好朋友 以后 又恢复我们的优异 茶壶 我也带了不少 这是很普通的 这个 四元份的 这可能是五六个人的 都是台湾的 这个比较特别啊 这个茶壶 朋友送的 很多这个茶具 也是朋友送的 这个是老东西 朋友教我怎么称呼它 它是明代的龙蛋茶壶 但是因为那个盖子也是破的 这是补另外一个盖子 所以不值钱 可是用起来很可爱 这个茶盘 石头的 所以我们这边玩水 怕不怕 不怕水 那我后来才发现 这里是同一个朋友送给我的 发现 这个茶盘很像台湾 这个形状 有没有看到 台北 桃园 新竹 台中 嘉义 台南 高雄 所以 好像 喝茶 这个茶味 很从遥远的地方 飘过来 感觉很舒服 感觉很舒服 那个茶饭就联想到了 我们以前在茶饭做的时候 这个汤 汤 调 doctrine 冷 食用 水 鱿 去 磋 厨 输 鱿 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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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味道闻起来 好像就是快步回台湾 很香 简单的 好 这个不用干贝 慢慢品尝 这个给你们喝 喝喝看 很香